大家好,我是Angus 我負責制定叢林護老集團的發展策略 和管理安勞業務 叢林護老集團在1989年成立 2017年成為第一間在香港主辦上市的護老集團 2020年成為升域集團的策略夥伴 現在在香港和中國大陸 共經營12間安勞院社和日間護理中心 入住率平均達到九成半 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日益嚴重 長者對服務質素的要求有更高的期望 叢林除了經營夾一級護理安勞院之外 近期我們還推出了上期延居系列 發展高端的安勞院社 包括元朗的叢林芽苑 也深受市場的歡迎 首批推出的日間護理服務 除得皆值,鞏固了我們在高端市場的地位 香港患有認知障礙的人口高達10萬人 接近長者人口十分之一 集團唯有回應社會對優質、認知障礙 護理的需求 我們開始了從名落軒 我們期望在業務發展的同時 回應社會所需 為社會創造正面的價值 展望未來 我們集團會繼續探索在香港的橫向發展機會 我們會進一步開拓高端的安勞市場 也會進一步開拓日間的護理服務 我們集團會繼續探索新的業務模式 以品牌和專業知識提供管理服務 以輕資產的模式 更快將業務複製到不同的市場領域 將目光由香港伸延到大灣區 松陵秉承著敬勞如親的理念 重視優質的服務質素 務求各院社的員工達到優質的服務標準 在松陵新開設的院社裡 有超過一半的保健員 不但具有基本的專業資格 他們更取得物理治療助理資格 職業治療助理資格 以及急救證書 我們期望他們能夠為長者提供更全面的照顧 為了進一步標準化我們的專業護理和保健水平 我們正在籌辦護理和健康培訓學校 松陵學院 應對集團日後的發展 和提升整體行業的服務水平 我們努力建構未來的安勞和康樣業務 力求與升域集團的其他核心業務互相配合 產生協同效應 致力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我們會繼續本住敬怒如青的精神 為長者提供更多優質的安勞軟射服務 令大眾能夠享受樂靈的生活之餘 活得豐盛 我們會期待 我們會期待 我們會期待